上帝的创造真伟大 上帝的作为真奇妙 上帝的慈爱真丰富 让我们一起在 儿童善心故事中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 儿童圣经故事 救恩之宣广播中心剧作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 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 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 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 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 天父上帝 并且呢也能借着这些圣经故事 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 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小孩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 儿童圣经故事里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 很高兴又可以跟你在空中见面咯 有没有看到天父爸爸 虽然对北国以色列 他们的所作所为非常不高兴 也用旱灾来责罚他们 可是目的还是要教导以色列百姓 和他们的君王 以色列先知就是为了这个原因而来的 百姓渐渐透过他的神迹 想起这位爱他们的天父 接着以利亚更直接挑战 雅哈王身边的那四百个 巴黎神明的祭司 要用天上降火的方式来证明 那四百个祭司先知们 又唱又跳 又拼命地大声呼喊 甚至割伤自己的激烈手段都已经用上了 可是祭坛就是没有半点反应 轮到了以利亚 他还让人拼命地把水浇满在整个祭坛 里里外外都湿透了这样 难道水可以把火点起来吗 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等音乐过后 就跟着夏凡哥哥一起进到 有趣的圣经世界当中吧 以利亚就让百姓到他面前来 看着这个浇满水的祭坛 大家都还在纳闷 这个以利亚是不是疯掉了 明明就是要点火 却去要他们浇水 越来越接近下午先晚祭 大约三四点的时候 以利亚先知走到祭坛前 大声地祷告说 天父 我的神啊 那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上帝啊 求你让世人知道 你就是以色列的上帝 我是你的仆人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听从你的命令所做的 求你答应我 上主啊 回应我 好让这些百姓知道 你才是真的上帝 让他们回心转意来跟从你吧 话才刚说完 只看到他站在祭坛前面 连头都还没抬起来 一道强烈的火柱 从天直直地冲向 以利亚的祭坛 果然 天父爸爸降下火来 不但是把祭生盒柴烧了 那祭坛上面 所有的水也都烧干了 连附近的地面 石头上面 都给烧个焦黑 在场的那些百姓们 一看到天上降下来的火柱 都吓得趴在地上 嘴里面是大声呼喊着说 天父就是上帝 只有他才是真神上帝啊 当天上降下火来 以利亚看到百姓们哥哥低头跪拜 以利亚就立刻下令说 去吧 去捉住那些假神巴黎的先知们 因为他们欺骗了你们 一个都别让他们逃脱 百姓立刻转身 就冲过去抓住那些假先知们 果然是一个都没有放过 看来是以利亚一个 就打败了他们四百个假先知 其实呢也是告诉百姓们 真神一个就够了 假的四百个都没有用呢 巴黎先知的问题处理完了 可是干旱还在啊 以利亚还没有完成她的任务呢 以利亚就转过身来 走到亚哈王的面前 对她说 亚哈王 现在你可以放心地去吃点东西吧 我已经听见豪雨的响声了 经过这场天上降火的试验 亚哈王早就不敢再派人去抓以利亚了 也只好乖乖听以利亚的话 去吃一点东西 可是那个豪雨的声音 到底是怎么样呢 现场好像也只有以利亚听到了 其他人根本就没有反应 以利亚看亚哈去吃东西的时候 自己就上到摆放祭坛的 加密山的山顶 在山顶上 大家都只看到以利亚小小的身影 似乎跪下来再祷告着 以利亚在山上 真的跪了下来 还把头弯下去 一直抵到地上 好像磕头一样 过了一会儿 她转头对她的仆人说 你上前去 向大海的方向观看 仆人就赶紧去 回来就对以利亚说 大人 天空一片空旷 除了蓝天 我什么都没有看见呢 就这样 以利亚祷告了一会儿 就让这个仆人 去看一看远方的天空 一连叫仆人去看了七次 到了第七次 仆人就跑回来说 我 我看见 远远的有一小朵云 还不到人的手掌那么大 从海 海内月飘过来了 以利亚立刻回声 就吩咐仆人说 去 到雅哈王那里告诉他 要立刻上马车 尽速地赶回家 要不然 等会儿的大雨 会让他们赶不回去的 仆人才跟雅哈王说完 雅哈王就立刻要随从们 马上动身 正要动身的时候 天空已经瞬间布满了乌云 风也跟着狂吹了起来 跟着大雨就开始倾盆而下 雅哈和随从们赶紧上了马车 要赶往最近的耶色列去躲雨了 天父爸爸的能力 押给了以利亚 他还开始整理好他的服装 靠着天父给他的力量 是一路狂奔 居然还跑得比 雅哈王的马车还快 就这样超过了雅哈 一路跑到了耶色列城 雅哈王这一趟精彩的经历 让他一定是又惊又怕 他一回到耶色列 就赶紧把以利亚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还有那些巴黎先知的下场 都一五一十地 告诉他的妻子耶喜别 这个耶喜别王后 就是超级提倡 崇拜巴黎和那些偶像的推动者 所以他听到以利亚所做的事情 不但没有害怕 反倒是恨恶以利亚 可是他又不能明目张胆地 就把以利亚抓起来 这个时候可是会让百姓们起暴动的 于是他就派出他的使者 四处去找以利亚 要传话恐吓他 果然有一个使者找到了以利亚 就对以利亚说 以利亚 天后要对你这样说 明天这个时候 如果我不照你对付我的那些 先知的办法对付你 愿神明击杀我 使者说完这些话 就什么都不说地离开了 以利亚听到这样的恐吓 他会怎么办呢 我猜他之前一个人对抗了四百个人 又跟雅哈王这样面对面的挑战 应该是根本不会怕这样的恐吓的呢 更何况他还有上帝保护他呢 没有想到 真的完全没有想到 这个令人畏惧的以利亚 听完这些恐吓的事情 竟然感到害怕了 赶紧吩咐他的仆人随便收拾一下 就开始拼命地逃到犹大的别士巴去了 到了那里 干脆就把仆人也留在那儿 还自己拼命再赶了一天的路程 一直跑到旷野 他又累又饿又渴 他坐在一棵杜松树的树荫下 一边喘着气 一边难过地祷告说 天父爸爸 怎么会变成我要被追杀呢 我受不了了 干脆你把我的性命给夺走吧 让我死了吧 就在这样哀怨叹息当中 他躺在树下累得睡着了 忽然有一个天使拍拍他 叫醒他说 来 醒醒吧 来吃点东西 他赶紧睁开眼睛 往四周一看 果然看见在身边 有一块用炭火烤好的饼和一瓶水 饿坏的他 一看到也就什么都不问 赶紧吃了 喝了 这一吃完 心情一放松 又躺下去 继续地睡了 看来他是真的饿坏了 累坏了 过了一段时间 天父爸爸又派了天使再回来 也叫醒他 对他说 起来 再吃点东西 不然接下来还有段很长的路要走 你会支持不了的 快吃吧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好睡 伊利亚感觉似乎好些了 她就起来吃了 喝了这些预备的食物 这些食物似乎非常的神奇 不但是让他吃饱而已 而且让他感觉有足够的力量 他就骑身继续地往前走 这一趟一走就走了四十个昼夜 都没有休息 一路赶到了和列圣山 就是之前摩西领受上帝爸爸律法的地方 到了那里他就找了个山洞 住在里头过夜 当他睡到半夜 天父爸爸就对他说话了 伊利亚 你在这里做什么 好奇怪哦 明明也是天父爸爸给他吃饭 也说他要走的路很远 怎么会这样的来问伊利亚呢 伊利亚正觉得沮丧了 他帮了天父爸爸 还要被人威胁要被杀 又听到天父爸爸这样的问话 他会怎么反应呢 伊利亚为着天父爸爸勇敢去挑战雅哈 又忍受这几年的辛苦生活 好不容易 天父爸爸又降下了火 又降下了大雨 让他得到了 以一抵挡四百人的大胜利 可是换来的 不是雅哈王对天父爸爸的感恩 却是王后耶喜别的死亡通告 这可让他感觉到 大大的失望挫折了 在他逃亡的路程当中 天父也没有责备 只是一直陪伴着他 这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可别忘了继续收听 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 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 拜拜